我们来骑骆驼 哈啰 大家好我是Mila 今天我们在飞翠湖 在大茶蛋的飞翠湖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去东方的路上的一个景点 飞翠湖也是一个两年来的王妹打卡景点 非常多绿绿的湖 然后非常漂亮 它一样也是可以拍到倒影的 就跟昨天的那个茶卡也是一样 等一下再给大家看里面的全景 倒影的飞翠湖 很干净耶 清澈 它有王美球 然后原本以为这飞翠湖是蛮大的 但它其实蛮小的 就比那个茶茶也回来它小很多 但是还是很漂亮啦 就是一个湖的感觉 只是有点蒸发了 所以其实现在湖好像有点变小 它是有两块 一个是比较大的 一个是比较小的 飞翠湖真的很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 很大 热 很像那种嘉明湖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很漂亮 但是就是因为人太多了 因为这两年就是好像是王红的大卡景点 所以就变得很多人拍 但我们要前往西北一号公路 也是一个很好拍的景点 等等一号公路见 有两个人得到鼠衣 他们接触这个土拨鼠 土拨鼠身上有这种病毒 前几天一直说 阿克赛在封闭 是让自己不让出 不让在那个县城里面停留 不让在那里吃饭 直接走就行 不让下车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 待会如果说公安点茶 再让我们休息 大家就上个厕所 就赶紧再唱的 不要接触这边 经常这边敏眠都有会发现这种 因为有牧民啊这些 待会我们到公安检查站 左方一回就能看见一个石油小镇 就是鬼吃一灯 九层药塔拍摄的地方 听他们说前两天 因为发生了鼠衣 好像死了两个人 那个九层药塔那个地方 本来有人在守 然后进去要交二十块钱 前两天人都跑光了 没人看去 大家待会看见 在远处能看见 九层药塔 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就是里面 有一个怪兽 袭击了石油小镇 现成的石油小镇 它原来就是一个石油小镇 拍电影正好离遇上它 后来这个石油枯竭了 最后那个石油官人搬走了 所以就成了一个废弃的房子 一片小镇 正好那个九层药塔里面的情景也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就感激在这里拍摄了一个电影 但是那个怪兽也特技做出来了 是水分蒸发 所以这个骆驼草会长出雌 所以叫骆驼刺 所以两天出下雨 我感觉隔壁汤都绿绿的一片 本来它的表层是由石子组成的 就是这个石子的可能有两厘米到三厘米这样厚度 那它的隔壁汤地下它还是黄土 那因为它长草 之所以长草说明地下还是有水 那东黄市这边的整个河西走廊 最多降雨量的地方也不过超过200多毫米 那后我们到阳关 阳关为什么要在这里建关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隔壁沙漠中 因为这里有水 守关就是守水 隔壁沙漠中什么最重要 水最重要 我守住了隔壁汤中的水源 自然就守住了关 敌人有千军万马 那我都没有办法 山本 隔壁 隔壁沙漠中 鸡油鸡里面出现的地方 人家幸运机器很短 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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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阳关博物馆 后面这个雕像就是张谦 他是第一个出使西域的人 现在我们可以进去看看 以前这个汉朝时期的阳关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中文字幕后面 是一词 今天有什么事 是要看 这是什么事 今天有什么事 是要看 我爱你 我爱你 但是 我爱你 是 我們要搬電停車 然後我們再補差架 我們就要騎駕駕上陽關的那個烽火台了 然後等一下還要騎駕駕上陽關的那個烽火台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騎駕駕上去 他們現在在休息 很可愛耶 然後等一下還要騎駕駕上去 現在要騎他們去上面的烽火台 在這裡 很高一個 那就要短短駕駕上見 駕駕駕 哈囉 她眼睛跟我有點像耶 肩膀好長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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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在騎駕駕駕了 好高哦 要不要走咯 你騎駕駕駕駛 你騎駕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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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駕� 這裡就是古代人家要出關的地方 陽關大道 我們現在在陽關大道 欸?他在放屁嗎? 呵呵 剛剛那個好像在放屁 好可愛的聲音喔 現在是傍晚的時候 所以有點冷 要上坡了 然後旁邊是馬 還有馬車欸 在旁邊 旁邊那個馬車那個超有感覺 超像古代的感覺 在騎駱駝喔 第一隻駱駝想回家了 所以他這樣不太想走 因為太陽要下山了 駱駝還有任人 然後又想回家 所以就更不想走 太陽要下山了 太陽到尾了 太陽下山了 太陽到尾了 尾了 我已經是大便和尾了 我已經是大便了 我們到防火台了 看點開 點開 點開過來 謝謝這隻駱駝剛剛把我送上來 真的很乖耶 辛苦你們了 趕快下班吧 後面那個就是風火台 陽關的風火台了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騎駱駝有點久 所以我們現在快到集合時間 我們就沒有要走上去了 但應該特別還蠻漂亮的吧 今天就到這裡啦 我們用果木耗紅的烤雞 鋪鴉裡面烤雞 烤出來了有果木的機箱 耗紅的機箱 咱們拍照之後 請那個長者或者領導來開一個刀 接著彩 他要領導先開一個刀 要不 我叫博士過來幫我們開個刀